大家好,又是我 我叫子佳,然後開始接手了 我就叫子佳 這是我小時候的照片 我是那個右邊的一個代位 就知道我是個非常搞怪的小時候 那我姐就是一個Vichy Vichy的小女孩 永遠都是欺負我 然後才是裡頭子借我黑色 所以呢,這是我家庭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個標題是我亂取的 但是我就是要講溫暖一件事情 我一直以為兩分鐘介紹不在這裡 我什麼東西要 我家庭教育其實就是說,我媽從小就是把我公的姐 現在就是能推出國外 因為我爸很注重就是人格培養的部分 還有獨立性跟窮之欲這樣子 所以呢,既然要讓我們出國玩就出國玩 去迪士尼就去迪士尼這樣子 所以我爸媽,基本上給我一個蠻好的環境這樣子 就是我個性 就是平常我都培養在一起的狀態這樣子 超難的 哪有難的? 你以為是男的 是我好嗎 OK 為什麼要包 然後我,因為我很多人 不用沒有人介紹兩個人 大概就是我的學程就是我小學 每年我都會去美國讀summer camp 然後我媽就會帶我去說 應該不是我媽 應該是我婆婆 我就會幫我報什麼奇馬克啊 高爾夫球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國中的時候 國三的時候就是去我現在讀高中 然後到大學 畢業在澳洲 然後回來這樣子 讀商館的這樣子 所以呢,如果有任何 因為我媽給我很少的生活費 所以基本上是只有800塊的月 在澳洲很難生存的 所以說,加上如果你要當背包客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我就必須要常去撿 學長去撿破爛東西 然後去賣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去賺點生活費這樣 今天我要談論的是 而且就是我回來的兩年的那個 culture shop的問題 就是,我發現就是 因為我大約九年的時間在國外 然後呢,回來的時候 第一 culture shop 就是說 我在路上被人家嗨 人家不理我 他把我當瘋子 好像是人家小三一樣這樣 所以我就是 通常我說嗨你好嗎 你好嗎 大家都不理我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台灣人怎麼會這麼的冷漠 這就是我第一個印象 然後回來的前三天 我發現事情 然後呢 第二個呢 就是因為我做理教業的關係 然後我就發現 台灣的小朋友 他們都未曾經有活著 這個故事的原因 又是一位我小偶的學生 他有點痛哭的 我別的在叫聲吶喊 然後我就很 很擔心的去關心 他說 怎麼回事 我以為他被霸凌還是什麼 沒有 他數學考了55分 這樣子 所以他大哭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這樣要哭 他說 因為會被爸爸打 然後我就覺得很大悶說 他們考55分是因為 會被爸爸打 而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讀書 自得的關係 所以我就發現 他們從小到大 就是他們的觀念是 整個是被弄區化的 對啊 所以我就發現他們說 他們小時候 小孩子就缺乏EQ的訓練 然後也缺乏就是 自行解決能力的練習 所以他們就是 遇到自己就哭 遇到自己就老師老師 這樣 第三個 就是台灣 他很專業的培養出一群 就是護立者的所取者的小孩 永遠永遠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垃圾撿起來 他說有什麼好處 OK 你可不可以幫我 有什麼好處 這樣 有沒有一杯飲料 這樣 像這樣子 現在想聽我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比較 比較shock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說 台灣很 當然又好了啦 只是說蠻多比例 就是說他們 培養出一群 就是希望有利益 他們才會去付出的 一群小孩子 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呢 文化衝擊 是我發現小朋友 他們很不喜歡舉手 就是即使有問題 他們也不會舉手 他們當然沒事 然後呢 我就有一天 就是想說 算了 那既然不喜歡舉手 那我就來訓練小朋友講話 好了 當然我自己不是很 很懂自己講話 但是希望他們要知道 要表達自己的心聲 所以呢 我就叫他們說 那大家就是來講 自己的優點 或其他人的優點 然後台下就是 像這樣子 都會舉手 這樣子的狀態 這樣子 但是呢 他有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說 可是我不知道優點 但我不知道缺點 所以呢 那個小朋友 一講出缺點 大家就開始在那邊討論說 哦對啊 他好臭 他好矮 他工學好慢 他又坐我旁邊 很討厭 什麼的之類 大家就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說 很sad 就是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優點 但他們都知道 每個人的缺點 就是一直blank對方 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 所以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可能是家長就是 為了讓自己的小孩 頓好 或者是所謂的謙虛 所以導致小朋友就覺得說 自己其實他沒有那麼好 那氣質很好 但是他覺得自己不是很好 所以導致他們就是 學習動力啊 那些都會降低許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概八成的小朋友是這樣 當然有些很棒的小朋友 還是會的啊 對 然後其實今天他探討的主題 就是我發現生年國家的時候 就是說 大家都對公運的認知 就是說 他們覺得很麻煩 然後他們覺得可以加分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子是不對的 對啊 所以我就是會說 就從我經驗去分享說 我成長的過程中 有哪些影響到我的老師們 這是我的學校 Program College 他們有很多公益 然後就是像我舉例的 什麼巧克力販賣啊 的之類的 布行啊 那都是一個比賽 其實獎品很簡單 就是一張獎狀 可是大概就是因為 為了榮譽心 而去穩定去競爭 這樣子 然後甚至有那個 很多的那個奴隸 喔 這我測試還沒走 努力還蠻快的 這樣就可以 就是說 大家可以去自願當奴隸 然後呢 大家 就是下面有錢人 就可以去標 就說 喔我想要這個男生 所以我就去標 說喔 五塊錢 八塊錢 這樣子 所以通常大多人 他們都可以標到我們的那個 最帥的 最美的人 然後他就跟著你一整天 這樣子 幫你拿書包啊 然後幫你做 service 這樣子 可以慢一點嗎 喔 這是我 這是我的 orchestra 我有參加 orchestra 這是我的指揮這樣 所以我們學校有很多 多元化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影響我最深的 四個老師 第一個是我 biology老師 生理老師 他說 Don't sit there and look sexy 因為呢 亞洲人就是不舉手 不發問 然後第二個 就是我的 horticulture老師 就是種田課這樣子 其實我這邊的主題 Well done you started 就是說老師派功課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根本不會寫 我只寫更多 the 三個字 然後在檢查之後 老師就說 Well done you started 這樣子 所以導致我以後呢 就是都要寫功課 因為我發現我太對不起老師了 所以我就影響到了我 就是要我學習的動力這樣子 sweissite 這個是我的英文老師 那時候我當初 我學會sweissite 這個字 所以我把所有的文章 都寫到sweissite 的主題 所以老師以為我生病了 然後我抓去那個 心理醫生那邊治療 對 所以他們就是對我 用很大的光彩 跟溫暖 這樣子 這是我的orchestra老師 我的樂隊老師 他說 We work in team 一開始亞洲學生 他們都會覺得說 很intivational 他們會覺得說 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 學了五年的小事情 可以只有3rd violin 那老師跟我說 會舉句話來說 We work in team I'm proud of you 為你感到很榮耀 所以我會發現說 我們都是一直在為自己而著想 沒有在為旁邊的人著想 這樣 對啊 這是我的professor 這個老師很酷的就是 他是我國際管理的教授 他每一堂課進去 他都會先唱一首歌 可是唱的是每個國家的歌曲 因為他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的學校 the lecture 所以他最印象深刻 他去唱陳英勳的10年 有沒有很厲害 你都是亂唱的嗎 對啊 對啊 所以是這樣子 我在中文學校工作 然後 每分鐘 對不對 我可以講久一點嗎 不行 A位 然後呢 我為了覺得說 大家都不懂得溫暖這件事情 所以呢 而且說外國老師 他們都陪我們很多溫暖 然後很關懷 所以我就決定 我要帶我小朋友走出去 這是我執行的東西啦 我帶他們去做high drive 一開始他們連打招呼都不敢 全部都抱著我 然後不敢去做 所以這是我做的成效 然後非常的好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說 他們能找回他們的 就是溫暖人心動的感動這樣 然後能達到他們的肯定啦 然後歸屬感這樣子 對啊 所以呢 我夢想就是打造 迪士尼的夢想也是 教育氛圍這樣子 然後完整學 然後學會溫暖跟關懷 這是我的目標 然後我也希望能帶有所有小朋友 去執行這一塊 直接去做這種東西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對啊 或者認識我 可以再認識我 OK